过年其实桂花是盛开的季节 新北市时定有桂花香的美名 桂花还可以入菜做成桂花料理 屏东则是有业者用新鲜的玫瑰做寿司 台中还有餐厅推出了赏花煎烤肉 过年享用鲜花料理都很受欢迎 这边好多桂花啊赶快踩快点 第一次踩桂花小女孩好兴奋 带上小花篮细心的把桂花摘下来 这里是时定桂花香 可别小看这些桂花树 它们个个都是70岁以上 甚至是百年老杂 它很多花 桂花园不只可亲自采桂花 还可把一整篮桂花DIY做桂花酿 不过注意得先去叶去梗 然后等两小时将水汽蒸发 放入干净罐子 把握一层冰糖一层桂花 接着密封后存放半年 就能亮出专属的桂花鸟 桂花不只很香还可以入菜 像这一整桌呢全部都是桂花料理 桂花入菜让猪脚口感油而不腻 相当Q嫩 桂花最记忆过年吃最讨喜 还有这熬了八小时的桂花莲藕也是经典 以及非当地人绝对没尝过的桂花卤味 不只桂花年入菜 屏东还有有机玫瑰农场 把新鲜玫瑰做成寿司 相当美观 甚至台中有业者推出上花煎烤肉 清静大自然 春节出游 沉浸花香 趁噱头 这是台北综合报道 问我分为桂花莲藤